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沙打粉广泛应用在食品上 例如面包、蛋糕、中西甜点和中菜制作等等 只要使用适当,不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牛肉没有经过处理,就会硬崩崩厚感差 适量的小沙打粉会令牛肉变得嫩滑、软绵、富有弹性 今次用的牛肉份量是500克 首先分辨一下牛肉的横纹和直纹方向 顺着横纹方向去切牛肉 将牛肉改成适当的厚度 今次我希望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所以我会切得比较大快 现在开始腌正牛肉 食用小沙打粉2克 生抽1茶匙 生粉10克 姜汁1汤匙 砂糖半茶匙 蚝油半茶匙 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再放入牛肉,拌均匀 准备匀 预备60克清水 分3次放入牛肉中 每次加水后 都要慢慢拌均匀 令牛肉吸收所有水分 再加水 最后加上3汤匙山油 拌均匀便完成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我腌牛肉的示范 请点赞,分享出去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